是, 找到嗎? 找到, 不過對完資料之後 發現原來搞錯了, 就做了回來 搞錯了?那…就要繼續找 是的 好像很難找, 上次說過中間人出古惑 這次又找錯人 又從香港找到深圳 好像有很多阻滯 畢竟都失散了這麼多年 找過人好像大海鬧針一樣 哪有這麼容易找到呢? 不對, 你找你表哥這麼容易? 真是這麼盡力 老公, 幫我拿一瓶十八出來, 麻煩 表哥 老婆, 其實表哥呢? 老公, 煮湯出來滾死了 幫我關火, 麻煩 老婆, 老公, 我洗完碗還有洗衣服 幫我拿進廁所, 好嗎?謝謝 老婆, 再見 謝謝 杰哥,我想事情變不久了 你放心吧,我會小心 總之,不可以讓我老公知道 Q馬,你在裡面做甚麼 我準備洗澡了,幹什麼? 不是,你洗澡? 我聽到你跟別人說電話 你是不是有什麼瞞著我? 你…你出來說好不好? 還好 幹什麼?我準備洗澡了 待會再說好不好? 不行,現在說再說 你是不是跟表哥說電話? 沒有 我聽到你們說電話的 還說有些人不讓我知道 不要,你是不是聽錯了? 這個是不是你?這個是不是表哥? 是 你是不是脫衣服? 是 為什麼脫衣服? 是因為天氣熱還是弄髒了? 也不是 那為什麼? 我給你看些東西,看完就會明白 你怎麼會弄成這樣?何時弄傷的? 其實上一次回內地找小叔的時候 我們有一間店裡在裡面吃東西 誰知道後面桌子的煙燭爆炸 我走不斜炸成這樣 這麼大的事情你不告訴我? 我怕你不讓我回內地找小叔 傻瓜,我怎麼會這麼野蠻? 我又怕你會掛著表哥害我 其實真的與他無關 我受傷他也很內疚 他已經立刻帶我去看醫生 還買了很多護理箱是個用品 不過我怕你們擔心我 所以我才不跟你們說 上次是他幫我換藥 你在車裡脫衣服是因為他幫你換藥 不是,你以為是什麼? 對不起,老婆 你弄傷了這麼大的事 我都沒有關心你,我還在懷疑你 是我應該說對不起 對不起,害得你以神以貴這麼不開心 沒事了…天都光亮了 沒事了 不,你…你弄傷都沒有告訴我 那你就沒有好好的療療傷口 我帶你去看醫生吧 你說怎樣怎樣 不過我想告訴你 我是絕對不會做一些對你不住的事 但是你不住的看醫生 我們已經以為你不住很難 怎麼可能